昨晚大狗被对面俱乐部的副队长全程压着他 虽然最后勉强打上了平局 但是人头却比对面的副队长少很多 而今晚对面俱乐部竟然把他们的队长请来了 本来计划决赛才会上场的队长 因为目前场上对他们不利的局势 所以不得不提前出山 而昨晚大狗也已经见识过他们副队长的实力 听到队长来了 顿时有了压力 他是我男朋友啊 你队长啊 是我们俱乐部里面的队长啊 对啊 队长啊 对啊 你副队长的 我还没准备好呀 我真的 我还没准备好 不是决赛在来吗 正常的事 他怎么今天就来了 昨天那个副队长那么牛呗 这个队长 我还没准备呢 你加油吧 今天晚上清姐怎么没来啊 刚刚还在因为队友是月姐而觉得稳赢的大狗 现在顿时笑不出来了 副队长尚且那么厉害 而作为俱乐部的队长肯定还是有点实力的 比赛就是来回拉扯才有意思 光看大狗一个人吊打对面确实已经看太多了 昨晚的副队长是大狗迄今为止 打过的对手之中最有实力的一个选手 而今晚队长亲自上场 大狗的下场又会如何呢 我们一起进入游戏中 没人 你没跳起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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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狗落地一把狗杂就已经成功拿到枪神乘武 看来他的确是认真了 能够和他对抗的选手都是有实力的 他丝毫不能松懈 尤其是在刚落地人最多 最适合收人头的时候 给你个动力滑板要不要 来来来 果然有月姐在身边就是不一样 她可以永远放心地把后背交给月姐 月姐不仅可以给她提供她最需要的物资 还可以帮她补人头 而最关键的是 她总可以在大狗倒地的时候 即使出现在她的身边 整个他于水火之中 就在门口 牛班 月姐倒地 大狗可以及时帮她清掉周围的人 而大狗倒地时 月姐又能够及时出现在她的身边 我们不得不佩服月狗组合的默契 大狗带过那么多的女老板 唯一能够帮得上她忙的 恐怕就只有月姐了吧 当大狗落地已经11杀 还没掉卡的时候 对面的队长才拿到一杀 这的确有点离谱 昨晚那个副队长的压迫感 让大狗至今都历历在内 她丝毫不敢松懈 所以落地才那么认真 但没想到对面的队长 到目前来看好像没实力 究竟是她在隐藏实力呢 还是关键红 我们看完后面就知道了 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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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 起装枪 我踢到 我踢到 连上还有一个 两人枪哪呢 这还有一个 我在 我们去要听到的飞机吗 直接 你在干嘛 我看一下 这上面这个地方有危险 你让锁完 你让锁完 对面的老板和裴丸 也许光顾着谈恋爱了 他们早已忘了现在是比赛了 而月姐则非常认真的给大狗抱怨 大狗之所以能够打得这么顺利 这离不开月姐的帮助 这相当于是我们在让他们杀那么多人 一会儿追他们 让他们杀人 要不是挑点一开始没人知道吗 他们杀这么多吗 那都是我的 我从来没见过如此厚颜无始之人 自己没实力还好意思这么说话 简直是自不量力 而这个比赛还有一个比较好的规定就是 选手如果能够拿到30杀 那么对手就会被额外多扣出一条命 每晚每个人只有五条命 五句游戏打完 谁最先被扣完 那么谁就是今天晚上的输家 而大狗为了能够尽早结束比赛下班 他也努力地再冲30杀 我眼里还有 好厉害 帮我补一下 这阳台 没实力 看不到 有别 想要到了 想得过了 帮我补一下 大狗已经23杀 再加上月姐的人头 他们距离30杀已经不远了 他们还在继续找人 而当大狗和月姐只差最后一个人头30杀的时候 大狗路过看到一个满编队 他为了求闻选择先步打他们 完成30杀要紧 而为了不让对手抢到这些人头 大狗和月姐便配合延企了双簧 那你凑到我们了 我们肯定要抢吗 对不对 也不知道是谁 那我们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 对啊 谁找我们身上 别说啊 我们身四个人 别说啊 吵吧四个人 算了不打了 这队 别打了 月姐不要给你 别让月姐过来了 那我不要脸啊 蓝标四个 先打别人吧 哦哦 好生花的 我去 看能不能对倒一个王 这四个好像有点 有点会玩的好像 哇好准的 月姐撕穴未掉 是如何判断他们很准的 这明显就是在配合大狗演戏 他们不愧是月狗组合啊 演戏都不需要提前排练 张嘴就来 听到大狗说哪里有人 对面陪玩和老板也忍不住的过来 想抢一波人头 好准好准 快走快走快走 这队先不打 看别人 不是 你们在那晃又啥呢 哦 离远离到远点 那蓝点还有一队人很准的 只有你说吗 我看不到吗 哦 看到了呀 在月姐阻拦他们抢大狗人头的同时 大狗也是终于找到了这最后一个人头 三十杀成功拿下 对面的队长这局之后就只剩余四条命了 我们看他能否决定翻盘 先把他们命给我扣两条 他们现在剩四条 让你们一把就到吧 好OK哦 直接跟踪啊 太残暴了 好 好